大家好 我是Lady Tracy 现在我在非常漂亮的Newport Beach 我身后感觉是世界第一的高尔夫球场 后面就是非常漂亮 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干杯 今天我们在最著名的Newport Coast 跟我的好朋友Lisa小姐一起来做一期节目 Lisa也非常难约哦 Lisa是知名的制片人 而且是中美时尚产业的联合主席 她是通过杰出人才移民了美国 今天我也想跟Lisa聊一聊教育 还有就是您来美国之后 对美国生活的一些感念 来干杯 那你觉得你对Newport的这一块 你的感觉怎么样 Newport是当时我们来美国的第一手续 这边的教育资源也非常好 它整个城市的规划 管理 然后这边基本是高净值的客人 第二个它这边还有一个Fashion Island 我觉得Fashion Island是非常时尚 非常时宜 就是下午茶 购物 然后这边的学区也很好 加上这边的生殖空间 周围的邻居都会非常好 这边也住了有很多著名的电影人 词片人 Newport Coaster 住了很多的名流 NBA的球星科比 在福布斯排名地 66位的耳腕公司的总裁 Donner Brand 都有很多的名流 很多的富豪 居住一次 作为投资和居住和环境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吧 但是因为我们的朋友 都是在另外的一个区域 又想多一些亚洲人 所以过来选择了耳腕 Newport Coaster 漂亮的房子也是比较贵 大概都从400万到4500万 我计是一线海景 那就是价格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这两年增值也是非常的快 我记得你有个朋友 是买了一块地 自己建房子 那他现在涨了多少钱 大概 他的房子应该现在是涨到4000多万吧 4000多万 投资回报 我觉得应该是100% 短短的几年 他属于是高级定制 在我们城县呢 有很多很好的私立学校 像我们今天这个Newport Coaster 旁边就有一个Harvard Day 这个私立学校是从K到八年级 是个非常好的学校 像科比的女儿 就在这读书 学费一年是26800 学校正在翻修 会投入一个电影院艺术中心 今年1月18号 就会截止申请了 这边有一家很好的私立学校 Sitch Hill School 是整个区里比较好的学校 而且它只招收大概四到五百个学生吧 它是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 这个学校呢 不是很大 学生也不是很多 但是它的教育理念特别好 它是一种开放式的教育 然后鼓励孩子的极力资助 包括孩子的多元化 给孩子有很多机会 去参与一些好的俱乐部啊 跟一些很有知名度的艺术家 一起来分享艺术的project 那你们对你们家大公子 择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理念 我的家公呢 是很有名的建筑师 那我的婆婆她们家族呢 是中国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医 之前也是帮很多国家领导人 我们都是做过一些保健的工作 那其实中国的家长 是希望自己的教育背景 和自己的家庭背景呢 是能给孩子作为一个延伸 那我先生呢 家主因为也是名门望主嘛 他们老希望自己的下一代 可以接受一些国际化的教育 将来可以成为医生啊 成为建筑师啊 其实后来来了美国以后才发现 美国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其实主要还是给小孩自己的空间 那都选择自己喜欢的 选择他自己喜欢的行业 后来我的儿子也没有选择我们希望的 这个艺术啊影视啊或者是建筑行业 或者是医生 因为我先生是医生 后来他进了时尚界 这也是一个挑战 对的对的 你先生开始就开始挑战 所以你们给孩子也有一个 让他自己挑战的一个空间 对对 后来他选择了还是希望留在加州 他不想去东部 然后选的有像加州的学校 又西啊南加大呀是他的这个首选 对其实加州呢 在美国来说 我们有将近33所很好大学 尤其是加州大学 引领的这一共有10所公立学校 那其实在美国呢 公立学校我们就不提了 公立学校其实就是说 你只要住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上这个公立学校 购买或者说你出租 就有这个同等的权利 但是呢私利就不一样了 就是私利是不分这个地区的 私利每年也有一个入学的一个条件 那私利其实坦白在讲 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拼憋 就是也会看看这孩子的情况 和父母的一个背景 那私利呢一般大概是 不是说你想申请就马上能够上的 那至少是要提前一年做好准备 比如说今年的10月份 那每个私利会有一个open的时间 我们就要去参观 然后递交申请 之后呢可能还有两轮的考试 考完试之后大约过一两个月 是第二轮考试你被选上 那再过一两个月 大概是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 可能会通知你有没有被选上 大概的时间非常的漫长 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上私利的话呢 就要提前做准备 可能要准备出一年的时间来做申请 Lisa非常感谢你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嗯很高兴可以来到这个New Four Coaster的高尔夫俱乐部 也谢谢崔西 嗯谢谢 大家好我是LadyTracy 非常感谢你收看我的房产自围局频道 如果你喜欢给我点个赞哦 如果您是YouTube的用户 记得打开小铃铛关注哦 谢谢您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